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导演 今天咱吃啥 又问我吃啥 管你吃 管你喝 天天出门还得我打车 导演今天好押韵呢 今天这样的导演 你放心 今天我带你吃 飞哥 今儿大气 都主动请导演吃饭了 那这吃啥 比这可不能太罪便了 那必须得来 先看看就说这人气咋样吧 快吃完了吗 这是 太好吃了 吃完了 太好吃了 吃完了就 来得够早的呀 这是 老家的大菠菜的味道啊 老家大菠菜的味道 你看 正面比较烂 比较香 吃不比较破口 食材品质咋样 很好 品质很好 点的都有啥 点的有三斤鸡子 三斤排骨 三斤鸡子 一斤鸡子 它有这个豆腐 豆腐 杀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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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得有 它以前不在这 以前在那地方搬过来的 搬过来的 对 对对对 那你们在这吃了有多少年 我们还是吃 至少有时间了嘛 确切说十几年 他过生 还是日子过生日 还是你这种是粉丝 今天还是你这种是粉丝 是吗 对对 那我先 先凳子坐一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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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了 是吧 今天作业写完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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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吧 那就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祝你前途光 吃的挺好的 挺好的 点的排骨啊 五花肉啊 还有素菜之类的 这五花肉吃着它是金坛 香儿不腻 香香美食 食材比较新鲜 比较新鲜的 它的肉质比较好一点 它这个底料的味道怎么样 底料足 它用料比较足 放花椒 麻椒 辣椒 还有辣椒 这给的料都很足 牛飞哥哥 你好乖 你见过小飞哥哥没有 见过没有 见过没有 见 在哪见的呀 是不是在电视里呀 是 在电视里见的 是吧 哪个更好看 哪个更好看 电视上好看 还是本人好看 拍照的人好看 小飞哥哥现在好看 还是在电视上好看 我说聊不下去了 拍照的人更好看 拍照的人更好看 我去那边是这样 对呀 我说这小飞哥说一点没错 就是 得 飞哥 你这受伤的心哪 不过看大家伙的评价 从食材到味道 那都不是一般的满意呀 不赖吧 而且告诉你哈 来这儿的老食客 还自创了新吃法 吃完之后 要最后用汤 然后倒点醋 加点醋之后 然后搅一搅 喝着感觉 比胡辣汤还要好喝 喝汤 对 点点醋 对 然后给它搅拌匀了 然后喝 最喜欢的就是 最后下点面喝点汤 这个吃法 建议大家伙可以试试看 你看我们今天点的 我们点的有鸡 然后有五花肉 豆腐也是喜欢吃的 这个豆角 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吃五花肉 你一般法能吃多少啊 能把这一锅全吃的 漂亮 鸡特别好 就是属于那种真正的主地鸡 这种比较有嚼劲 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长嘛 又有嚼劲又好嚼的那种 对 经常来这吃 我们是来这都是提前定的 老客人 听人家说的 老客人来之前提前定 到这儿坐着就能吃 对对对 是吧 看这上面放还有标签 六点四十道 六点四十道 非常好 非常好 口感也很嫩 口感也嫩 然后它这三百块 料调到也非常好 三百块钱六个人 是吧 那基本上人均就是 五十块钱 五斤肉呢 分量很足 两斤排骨 两斤鸡 还有一斤五花肉 对然后再点两瓶小酒 再点两瓶小酒 对对对 有酒有故事 是吧 谁有酒谁有故事 我们这儿有酒 要不你坐下来 跟我们讲讲故事 水哥 赶快撤吧 我感觉这几个小伙子 你都不是对手 你看你啊 看透别说透啊 要不就这吧 咱去后厨 看看这好吃的秘密 到底都有啥 哎呀 这看着才叫解馋 才叫过瘾呐 是吧 哎呀 老板就是这样 画标 认同 认同 认同啊 从这五花肉 典型的五花三层的 对这个分层比较好 然后这边是排骨 排骨就是要求它 把那个鸡肉打掉 是柴鸡 咱用的一般是 多长时间的柴鸡啊 生长期都在六个月以上 整体感觉给人就是说 它是非常漂亮 不过这个现在已经退了 看不到了 这个肉是比较紧实的 这里边是什么 这个是辣椒 来吧 哇 这个是清炒了一下 把这个辣椒的香味 已经吸出来了 在做的时候 直接放到锅里去炖 这个辣椒呢 是三种辣椒 一种是提香 一种可以就是中和这个颜色 二一种就是辣度 出辣度 你看这药香好吃 还得食材新鲜 配料呢 要讲究 这辣椒嘛 看看就行了 你又不敢吃了 是吧 大家都懂的 行 你可真行 我告诉你啊 我这就要上一锅 好好地过过瘾 老板 生火吧 哎呦 这还是劈柴火呀 那你看有烟火气吧 把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五花肉片大火煸炒至微微焦黄 放入花椒 麻椒 八角 葱姜蒜 继续炒香 然后再倒入排骨 鸡子啥的 炒至肉制紧缩 就可以倒入秘制料汁了 翻炒均匀加入高汤 放上自己喜欢的配菜 盖上锅盖焖30分钟就可以了 喜欢吃贴饼的这个时候 可以开始贴饼了 杂粮饼 山野菜杂粮饼 山野菜杂粮饼 对 这种饼子以前真的没见过 饼里边加菜 这个口感比那个好 这一锅能切几个饼 十个 哎呦 这饼一贴 我知道了 马上就可以开吃了吧 等不及了吧 盖上锅盖五分钟 热气腾腾的一大锅 就大功告成了 哎呀 汤汁都已经是浓浓的了 骨花肉 嗯 中间的肥的部分 基本上是要化掉了 而且呢 瘦的部分一点也不柴 味道颜色透了 哇 大块排骨 它这个排骨 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软软的 然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嚼劲 也不干 也不柴 鸡块 来 这个鸡块哈 基本上属于那个 拿筷子轻轻一碰它 它都有点想散掉的感觉了 软烂 鲜嫩 它整个这个汤底的味道来讲 就是属于那种咸鲜烤 反而是比较明显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过分的咸 没有过分的麻 没有过分的辣 刚才问一下老板 老板说呢这个里面的野菜 是属于那个随着时令走的 而且它说是发面饼 发面饼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的那个玉米 哦 玉米面的香和山野菜的香 你都能吃得到 尤其这样稍微看完之后啊 那种焦香焦香的感觉特别足 可以好好试一试的 大爷今天吃啥 今天吃一个派对王 派对王 对 别说那多了 闲子也跟你走 正在派对王 这个点排队 对 走走走 这会儿还不到十一点呢 你可能对 真是个派对王 我这种场景好久没见啊 马上过元宵了嘛 提前买 如果到那两天的时候人才多了 原来这家店卖的是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 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习俗 那么这家店的元宵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至于排这么长的队来购买吗 是炒作还是真的有功夫 这家元宵就是可好 我买那个综合馅 综合馅 它不是十几种 综合的哪个都有 啥都有是吧 三四十个元宵吧 各种口味都有 十几种馅 要是说他家这个口味还挺多的 它的口感比较细吧 另外一个甜不腻 好吃吗他们家 好吃吗 周边住的是吧 对的 平时应该没这么多人吧 平时也有 平时也有 没这么多 哦 没这么多 没这么多 这是你们俩的 这要的啥馅啊这是 桂花的 开机吧的 无人的 掺着的是吧 掺着的 咋卖的这 十八块就四十个 四十个 他人个儿卖的 听着好像还行是吧 对 我看他个头还可以 俗话说北方的元宵 南方的汤圆 可是这家店的名字起得有点怪 让大嘴是摸不着头脑 我发现个问题 他家不是打的宁波吗 对啊 宁波元宵是从这儿呀 宁波元宵最好吃的宁波元宵 宁波不是南方吗 对 南方不是吃汤圆吗 这就是汤圆这个 这就是汤圆 这不是元宵吗 元宵跟汤圆不一样阿姨 汤圆是包出来的 元宵是滚的 对 北方人吃的是元宵 南方人吃的是汤圆 南方人吃的是汤圆 可以可以可以 拍盘是吧 我也拍我呢 是吧 看了电视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你拍到这儿拍多少时间 我们拍了有十分钟 确实好吃 确实好吃 比咱那个滚蛋的汤圆 又稍微软一点 而且馅不甜 不腻 现打的面不往下 婆娜煮出来 汤还是清的 家位觉得咋呀 还能接受吧 芝麻块钱嘛 四十个能吃好酒呢 看这个大户 你这是几家的呀这是 我这是职工餐厅里边用的 进货的 职工餐厅 这餐厅服给待遇好 你知道吗 是 你买这玩意吃 这可比那速冻的 那橙抹高啊 据老板讲 他们在这里 已经经营了有四五年了 每天用的食材都是新鲜的 元宵也是现做现卖 再加上自己秘制的调料 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回头客也是越来越多 哎呦 您都坐这儿休息了 我给这儿等元宵了 我跑得不远 我等个人 来来呢 你从哪儿来呢 你从哪儿过来的 我从东区 东区好着 坐姑娘过来的 坐多少时间车啊 你坐一个多小时 等姑娘来了多买点 哎呦 那是 元宵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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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身体好 有买过是吧 就等着人过来拿 乱拍 开开开 有人开队吧 我打一公 你是买一公 我打一公 准备买多少 买个十二斤 十二斤 给点好吃 我中二十一刚过来的 你这也不近 中二十六 你们住那附近 没有做这手工元宵的 有啊 有点准点劲吧 这个面比较好 比较暖 下来 始终这个甜味不是那么好 没那么腻啊 没那么腻 下来有没有 有有 有吧 有五十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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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也没少吃 人家一夜时间都正 看的 哦哦哦 人家那是写上哪有 我说那个 那个营业时间是真的隐蔽啊 我觉得值得给他个镜头 他能写到那上面 我到现在没看 没看见是吧 卷闸门的边 就那个红批的下面 接上去 打完口气放大一下 这家店卖的元宵 有黑芝麻的 五人的 山楂的 巧克力的 蓝莓的 木糖醇的 等十种口味 一份四十克 大约九百克 价格从十八块钱 到二十二块钱不等 哪种口味卖的最好啊 每个口味都不错 咱们的口味都不純正 这只卖口味是经典的 我看你们打的 宁波的这个招牌啊 你们是有宁波的人吗 师傅是宁波的 师傅是宁波的 哦 哇 现在的小朋友估计都没看过这个场景 我都没看过这个场景 你都不知道这个元宵是咋做出来的是吧 都是跳呢在这儿 蹦的 真的像一大锅乒乓球一样 在里头在那蹦的 你们家用的这个粉这是这是什么 糯米粉 就是纯糯米粉 对对纯糯米 它一蹭一蹭的锅上来 五遍 要滚五遍 五遍大概滚多二十年 四十分钟到一百小时 昨天世界约上 它那个硬度以后滚出来 四十 对四十分 你一天能弄多少算过没有 一日一日得做吧 不停 对 元宵在制作上是很有讲究的 就拿着黑芝麻元宵来说吧 首先要把黑芝麻下料放在水里浸泡一下 放入滚筒中进行滚动 让糯米粉一层一层的粘在上面 然后取出来再放水里浸泡再滚动 反反复复循环五次以上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把滚好的元宵进行称重 要滚到一定重量是吧 对对 每个基本上在达到多少才可以 180 180 四个180 对 哦 就是随机抓四个 对 好的话这锅就好了 对 看似随意的操作 人家是有标准的 四十分钟之后 雪白的元宵就做好了 圆圆的看起来非常诱人 那么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点了店家的经典口味黑芝麻的来品尝一下 有一说一你看他这个元宵煮开这个汤啊 真的还是比较轻的 因为我买过咱们本土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的啊 我在压煮那个汤确实是比较浑啊 它脱粉脱的严重 再有呢就是煮的时间长里头芯还是硬的 我不知道它加哪样啊 实际说这个汤确实挺轻的啊 但是个头不算是那种大个的啊 嗯 一点硬鲜都没有 这个糯米的黏性是比较大的 吃到嘴里面滑 黏 很筋道啊 吃点脚上去那种感觉 这个甜度刚刚好 它给都是个馅儿 就是那黑芝麻糊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它皮确实是比较薄一些的啊 它比咱平时吃那个汤圆要稍微厚一点 但比那大多数街边卖那个手工的元宵来说 皮还是稍微会薄一些 皮薄 馅儿辣 我刚才专门问老板啊 说为什么你卖个元宵起个宁波打宁波招牌啊 老板说我们这个灵魂 我们这个馅儿 用的是南方的做法 南方的调味儿 但是这个外面的工艺啊 用的是咱北方的元宵做法 算是南北结合了一下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就从它家 这人气是吧 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如果哪天啊您要有空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 倒可以专程来这跑一趟尝一尝 新店来尝鲜吃货不采雷 欢迎收看小小美食 我是孟涵 今天打探好吃的导演吃什么呢 咱今天简单吃点吧 有多简单啊 让你吃肉吃过瘾 你早说呀 而且呢 特别够味儿 哇那还等啥 全部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走 哈喽你们好 我看大家都在吃什么 羊半骨 羊半骨还有羊蹄 羊蝎子 哦你们是单点的还是它这个锅里边就自带这三种 可以配啊 可以配 可以搭配 你还乖会吃呢大哥 基本上这一星期得来两三次网 是奔着他们家的什么来的 就奔着这盆的东西 这个人家做的确实挺入味的 酱香入味 好 来问问你大哥 你爱吃这个 我爱吃 你觉得它是哪点吸引你了 酱香麻辣 像其他的味道比较淡 这个就比较入味 你喜欢这种很重口味 对辣的 一辣一点的嘛 过瘾吗 过瘾过瘾 咱们今天要打探的就是羊半骨 半骨泡在浓浓的汤汁里冒着热气 不得不说还是相当用人 麻辣味儿 你知道这有麻 麻的不是太麻 但是这个辣度适中 肉量也很足 古英文是住在这一块 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块工作 然后有的时候聚餐什么的 也实惠 最主要是一个味道好 一个最主要的还是实惠嘛 它是怎么卖的呀 这个 这个是318六人餐套餐 318六人餐 里边有几斤肉啊 六斤 六斤 你觉得咱们大家伙点这六人餐来这吃 能吃过瘾吗 把这肉 能 按我这体型来说 对吧 我们基本上应该是 我们有的时候五个人吧 还是吃不完 然后我们再点吃其他的 羊蹄子啊 堵包肉啊 这些 这我们将近就是第三次来吃了 因为我们在南洋路住了 因为也是通过朋友来推荐这一家 人办公里做了比照 然后第一次 然后还不想来 他说来吧 我们一起啊 然后打电话 我们过来了 尝尝地铁是好吃 因为吃了三次 我感觉到他这个肉啊 就吃了一种糯糯的感觉 然后到口里 感觉到就是肉香味非常浓 那种 就是证明他的食材是比较新鲜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 每到星期六了 我们就几个做了 来要一份 因为他家的菜还是免费吃 对吧 比较实惠一点 特别就是你吃了一口肉 那种那种肉香味 然后你再喝一口酒 很舒服啊 非常棒 对对对 来 一口感啊 从食客们的反馈来看 大家来 都是冲着麻辣购味来过肉饮 吃洋芒谷 绝对不能放过骨髓 那种油润鲜花的感觉 估计也没几个人能抵抗 他这个菜吃都是自助的 就是不要钱 对不要钱 随便点 对套餐的话 它这个菜是免费的 那什么是收费的 收费 就只有这个肉 你们吃的和大家伙一样 都是洋芒谷吗 洋芒谷跟洋蝎子两个 洋芒谷洋蝎子 这一锅你们花了多少钱 98 98两个人就不需要再加钱 吃其他的了 对对对 你觉得有没有那种麻辣呀 过瘾的感觉 对味道确实已经拉满了 拉满了 对确实离骨头进的这种肉 比那种全肉的那种好吃 肉比较嫩 不像那种如果全肉 它会木质感比较强 就很柴 对对 没这种好吃 你很会吃啊 来问一下大哥 小哥 小哥 小哥哥 小哥哥觉得这家店的味道怎么样 味道是挺好的 感觉它这个汤煮菜味也挺有味的 就是因为它的汤比较浓郁是吧 对 就觉得它这个汤不油腻挺好吃的 应该是用了很多的大料 不像是那种科技很薄 对出来了 很懂啊 当然最后这锅浓郁的汤底也不能放过 来点清爽简易的蒜菜 又是一锅美味 重点是蒜菜免费且不限量 看你们点了好多素菜 是不是这些都免费 我哪说 三次 你俩推三次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都说 对 而且挺新鲜的 对 你们 我哪个没几张 我们香香美食 香香美食 对 你是香香吗 打个星吧 蓝星五颗星 打个星 四颗星 大家可以打个星 五颗星就不用文字描述了 我也打五颗星 打四颗星就让你描述一下 为什么打四颗星 但是确实也不错 确实也不错 你看就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对 可懂我们的套路了 对对对 是的 不开心 那我们就可以默认为 你觉得这家店是你吃过的羊蝎子 羊棒骨当中最好吃的咯 是 确实 你敢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郑州就 郑州最好吃的羊蝎子 我真的有 这位大哥 话可不能说太满 他们家的羊棒骨有啥特别之处呢 咱们去找老板打他一番 好 到人家后厨了 你看老板这段忙 我的天哪 好多肉啊导演 而且看上去都非常的新鲜 这个是刚刚卤好的是吗 对对对 刚从锅里捞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羊蝎子和羊棒骨 然后掺到一起 双拼 对对 羊蝎子拐尖还有棒骨 每天都是现做的 现做现卤 每天只炖八十斤 八十斤 这个羊蝎子跟羊棒骨的汤 直接就嚼到这个锅底 对对对 圆汤嘛 吃完以后 拿这个圆汤涮菜 就是从汤到肉 都是当天现做的 对对 不隔夜 第二天咱们就是新的料 新的汤 新的肉 对对对 咱们也赶紧来尝尝 这麻辣羊棒骨 到底有多个味儿 尝一下他们的大骨头 味道怎么样 今天吃的是羊棒骨 感觉这个羊棒骨呢 它的骨头没有那么长 但是里面依然是有骨髓的 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一口肉 哇 这还有点烫 这个肉很好嚼 接近骨头的位置 是那种越嚼越香的 所以是咬下来很软 但是嚼起来又很劲道 味道没得说 我觉得特别入味 但是第一口 没有让我觉得 有那种麻辣的感觉 我准备再吃一口 它这个是肉连着筋的 这一口 我已经感觉到里面有料味 还有麻辣的味道了 其实它是香辣的 我觉得辣的味道会 比麻的味道更突出一点 你趁热吃 从这个汤里面拿出来 它肉里面是塞满汤汁的 我刚才一口下去 几乎是有一点点爆汁的感觉 而且也没有什么羊山味 我们拿这个吸管来吸一下 里面的骨髓 很细腻很绵软很香 整体来说体验感都很好 如果能吃辣的朋友 我可以建议你们点这个锅的时候 让它的辣度再强一点 可能吃起来就会更过瘾 吃完了有话门口说 今天给大家打探的是一家可以吃羊棒骨火锅的地方 它这种是用纯骨头熬出来的骨汤 跟咱们专门去火锅店里吃的那种骨汤 是不一样的 它更浓郁 吃完了也可以涮一点素菜荤素搭配 但是也有一点哈 它们打的是麻辣羊棒骨的口号 我觉得这个麻尤其是这个辣 远远达不到喜欢吃辣朋友的那种 酣畅淋漓的过瘾的感觉 我们给它打星3.6颗星 欢迎收看《香油美食物小乐》美食大此评 唱唱《粥不粥》 今天咱们吃点什么要导演 今天我找到一家店 它之前是地摊大盆面 地摊 那算是小吃类的是吧 现在开店了 发展越来越壮大了 但是有人说没有这份好吃了 那还不行 那种人从地摊变成店里 口味不能变是吧 而且这个东西是夹馅特色 你可不一定吃过 夹馅特色不就是咱们说的 河浪面 豆腐菜 就这两样了吧 是吧 夹馅特色 还有没吃过的 那走 要不咱测下去 这个是吧 酥肉的 鸡块的 排骨的 连尖的 这是豆腐菜 这个豆腐菜好像是有各种口味是吧 中午分点时间 建立来来忙忙的时刻 就没顿过 人气可以给个几点八分 那这夹料版的豆腐菜 到底是个啥情况呢 您是来吃饭的还是吃完饭了 来吃饭的 孩子想吃主要是 孩子想吃 你确定不是自己馋这口吗 主要是它们这味道亮 分量的煮 然后味道好 分量的煮 肉很多 豆腐菜一般不是素的吗 我喜欢吃肉的 酥肉有连加的 酥肉的 你可以选 你要不说我觉得你再给我介绍 要不是凹菜 要不是沙锅 如果跟凹菜口味不太一样 里面菜比较吃的比较有紧的 有味道 没有熬菜的话白菜都熬 就稍微熬了浓一点 对对对 这个还是有脆劲 对 就是菜的口感和味道 它其实更浓郁一点 对 老客欣客来这吃的 特别爱的 还跑出去了 对 一般说出租车司机 都是知道郑州哪有美食的 对 我吃的豆腐菜在里面最好吃 最好吃 味道可以价格比较收费一点 我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他没说过刚刚路过就进来了 就来尝尝 今天点的是什么呀 猪肉怎么都不散 吃过别的地方也都不散 也没有见过演唱的品种什么多的 我觉得节奈风格也比较实惠 实惠 推荐这就是满天星 满天星 满天星不知道导演怎么打 这个满天星怎么打 我都吃七八年了 听说的原来是地坛 小坛 就在南边那个蹲站门口 那时间喝完大酒晚上去那吃完热 多数分 但是我们看很多人有人评价说 它的口味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吃了多了嘛 挑呗 怪自己嘴了 挑了 我就觉得挺好的 吃着顺口不就行 吃着顺口 关键他家这东西 你去别的地方吃到 豆腐菜吧 应该能吃到吗 这味儿吃不到 您是指他里面有放这些食材 还是觉得本身这个汤味 本身这个汤味香 汤味 口味吧 它就是鞋带适宜 也不油腻 清带就是像我们自己家做的菜 自己家做的菜又有点味道 又像自己家的 又比咱家的又有味 比家里的还好吃 这个评价很高 是吧 这碗特别的食物 您的肉放的特多 特多 就是光对那个就块了有点像 这一碗多少钱 也就是十几块钱吧 好像是不太贵 它的馒头也是自己也就能吃 也不要钱 还有这米也不要钱 就是米饭 馒头 主食不要钱 对啊 就等于说您买碗豆腐菜往这一放 这主食也管饱了 对对对 干了多少年了 干了九年了啊 之前是在哪儿办的 之前就是摆地餐 摆地餐 做豆腐菜 后来弄到这里来了 开张店了 其实我看咱家这个豆腐菜 好像跟别人家豆腐菜 还有点不太一样 听您口音也不像贾现人 我是云南人 云南人 云南人做豆腐菜 我老公 我老公是郑州的 郑州的 郑州的和云南的 然后开了个贾现特色的美食 它只是形象贾现的 其实它是适合郑州的口味 郑州的口味 就改了一下嘛 辣椒还有包括里面的料 酱料都是自己熬的 自己熬的 我看很多食客也夸咱家了 这个说汤底比较香 咱这个汤底是用了什么汤 不是羊汤吧 不是 大骨跟鸡汤 大骨鸡汤 对 算是肉汤的感觉 对对对肉汤 用肉汤做的 怎么想到的 就把什么酥肉啊 鸡块啊 都放到这豆腐菜里 反正是放点这个呢 有的人喜欢吃点肉啊 什么的 加点肉进去 它不是吃着更香一点吗 就本身来说是一碗菜 如果你想吃肉的话 可以加点各种肉 对 肉也是你们自己炸的 对对对自己炸的 看来武的老客还是清客 对他们家的评价 还是非常不错的 酥豆腐菜11块钱 加州版的都是16块钱 各种炸货可以随便称 还有免费的热馒头 和米饭吃到饱 性价比可以给个7点9分 至于味道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尝尝吧 今天我们点双天 因为酥肉 鸡块 链接 这东西加进去都是16一碗 我觉得分量还是比较足的 来咱尝一口 我终于知道大家说这个 豆腐菜香 香在哪儿不一样了 红的感觉辣的不是很辣 但你找我吃完什么感觉了吗 火锅 火锅 就而且是那种攀鱼版的火锅 那种牛油的感觉 就是它没有其他的异味 你比如说咱们明天吃炸馅的可能 里面就是羊汤的味稍微会重一点 这个来说的话 火锅味加本身这个汤底那香味 我觉得能融合到一块 融得还不错 第二个是炸豆腐和粉条 这海带这些素材 吃采的 这豆腐用的是稍微会薄一点的 炸过之后 它是细微是有点蜂窝的感觉 也更吸汁一点 尝尝这 炸的还不错 粉裹的比较均匀 稍微厚实一点 但是放在碗里泡不弄 就粉不能掉 就证明炸那个手艺 裹的这个均匀的程度 都还是不错的 这是我刚咬的那鸡块 看里面这纹 块够大吧 整个来说的话 这16块钱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这个关键是用这馒头 就会儿一吃啊 诶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羊汤羊油豆腐菜 他们家的豆腐菜是用高糖打底 然后加入一只牛油料炖煮 里面炸过的豆腐洗饱了汤汁 混着白菜粉条和海带来上一口 香都不腻很有滋味 除开正不正宗这个话题 这碗夹料版的牛油香豆腐菜 吃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 吃完之后咱们简单说完两句 味道来说跟咱平常吃那个夹馅豆腐菜 还不太一样 就是火锅牛油的香味 加上本身咱们河南几样素菜搁进去 如果甜点肉就更好了 性价比也没啥毛病 关键是馒头和米饭都是免费的 整体来说这家店 我觉得能够给到一个八分 来到这条街 达总一下车我就知道 今天咱大概会吃个啥 号称什么什么一条街 那咋的呀 那咱今天哪一家 这家啊 你说 它这个风味啊 风味不同 那是哪儿的 武汉的 不是 信阳的 也不是 那它是哪儿的 说到武汉和信阳风味 很多小伙伴已经能猜出来 今天的主角是热干面 今天测评的这家热干面 有啥特色呢 小店不大 然后 那额牌子可行 三十年嘛 三十年老店 那个小丁 你再配那个小丁 我看谁都把 是您的 里边坐不下了已经 你好 你好 这是已经走了一桌了是吧 好几套了 好几套了已经 老板是吧 对 现在三十年了 就三十八九年了 那你直接写个四十年不得了 有点 有点 太有点 甩下话了 那就是 三十的有个孩子 是哪是的 三十八九年是有了 对 今天测评的这家热干面 小馆子 在这一条街上 开了三十九年 搬了三次家 环境确实很一般 只有五张小桌 但人气真的是 非常的旺 你自己大二要辣椒吗 你这样辣椒 你这样辣椒 咋样啊吃着 可以可以 他们酱毛的味道都喝不错 酱 酱味还不错 对 吃的味道 叠劲 对 我看汤汁还是比较多的 平常热干面好像 都感觉特别干 是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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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多少年了呀 您也可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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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来偏住了 所以说 我对他有点味道良心 比较良心 想吃了 我都快来了 咱别的不说 他们家这个面条 确实给的那个汁是比较多的 嗯 是吧 我不知道他这是料汁 还是就是说就是我纯纯的就是那个芝麻酱 纯纯的就是那个芝麻酱 纯纯的就是 把口 嗯 这面条吃的咋样 咋样 嗯 紧刀不 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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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我吃的蛮笋 你叫我给他打饭 说 嗯 那我最喜欢的打给他就点打饭 是不是知道的老客吗 嗯 老客了 我经常 刚才是我来 然后我同事 他家里 我来 他这个跟平常咱们吃的有啥不一样 他这面嚼着比较有筋头 有嚼勁 比较精硬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那酱咋样 酱可以啊 嗯 反正是我是非常 很难吃 然后在这吃饭见 其他 其他人 三 三岁 十几岁就过来吃了 嗯 原来在对面吧 哦 在这儿 哦 所以老板说 有个像 在这40年 应该是不假的 对 是吧 那满份10份的话 你能给他几份 我这肯定 给10份 一点不留着是吧 热干面 小碗7块 三两面 大碗8块 四两面 价格算是正常的 面 筋寒顺滑 香味足 不腻不糊嘴 汤汁比较多 不干很润 是大家伙 对这家热干面特点的描述 确实和武汉信仰那边的风味区别很大 究竟这算是哪里的风味呢 老板是这样解释的 这就算正流风味吧 正流风味吧 是吧 你像我们吃那个武汉那么干的 这干面 它可就严不严去 吃不严去 不太习惯 是吧 感觉一下 有些改良 可能是一放水煮一样一放热也好 咱自己做 咱自己做 好 对 时刻提到最多的就是这家的芝麻酱 不但和别家的不一样 而且还要放两种 两个芝麻酱啊 对 这个料它是浓 这个带的 这个颜色会深 这个颜色 因为它里面的打料特别多 家有大料 打料 里面再打一点 也是有名方的 哦 这个 啥也迷迷 也算 也处于吧 芝麻酱都是一样的 芝麻酱打底是一样的 对 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 它们两个配合 里面的料不一样 配方还不一样 对 那把这两个直接合到一块不行吗 哦 这种年度这样干了 也没尝试过 已经几十年了这样 也不敢动啊 也不敢动啊 也不敢动 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是煮料水 哦 那个大料水 大料水 大料盐水这个 那颜色为啥这么重呢 它里面有生抽 有生抽 哦 有生抽 咱那东西都是真材资料 完整 都是自己弄的 都是自己弄的 酱是自己熬 料是自己配 辣椒油是自己做 料水自己调 面也是自己做 老板说 三十多年来 这些东西只有自己亲自下手做 才踏实 才更放心 所以味道才会保持不变 它这个拌的时候 它这个味道 确实跟咱平常吃的那个热干面那个味道 不太一样 咱平常吃那个味道 你会觉得是那个 芝麻酱本身那个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但是它这个水那个芝麻酱的香味在 好像还有一点别的那种料香的味道 所以整个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 在味道上 而且他们家呢 确实是属于那个 汁会比较多一些的 就是整个面条你看见 不是那么干的 那种感觉的 来呀 嗯 辣椒味也挺香的 虽然是那个辣度相对会有一些啊 但是辣椒本身的香味还是挺足足的 而且它这个面条本身呢 也属于那种比较筋道一些 但是不是硬 就是那种软筋形的 其实刚才在拍镜头的时候 有种感觉啊 它这个确实是更结合了咱们本地人 会吃面的一种习惯 就是说得稍微润 带点汤 它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汤汁 汤汁加进去之后 你会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没有吃肉 是吧 但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那种 昏香味 首先 香味确实很足 不是简单的 两种芝麻酱的香味 还有蜜制料 独有的香味 和淡淡的肉香 碗里的汤有料水的香 和煮面食 未沥净的一些碱水的味道 混合着芝麻酱的香 绿豆芽的清香 相互融合 整体味道很丰富 面口感筋道微弹 吃着很顺很润 好皮 8点1分 再配上店家自己卤的虎皮鸡蛋 超大的素鸡 狮子头和免费的辣椒小菜 让你10块钱吃饱吃好 没问题 好了 吃完之后有话门口说 其实他们家热干面呢 第一个呢 吃起来不干 所以比较润的汤汁 比较多的那个类型 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料上来说 跟别家的味道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单纯的 只有芝麻酱的香味 而且从这个给的量上来说呢 基本上也算是比较实在的 最整体上呢 可以给到一个7.9分 欢迎收看香美食物小乐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不中 今天咱们吃点什么呀导演 还这么冷 吃火锅呀 那可以啊 吃火锅热热乎乎的 吃一个很像咖啡厅的火锅店 一听这个环境不错呢 价格也就上来了是吧 很多人说啊 他们家的牛肉 全部都是19块钱一份 那不会啊 牛肉19块钱一份 一份 等等 这份的话就意味着 它可能份有点小 19个 我还不知道 所有的牛肉都是19块钱一份 而且据说环境还堪比咖啡厅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咱们就跟着小乐去一探究竟 这个店 这不是店吗 火锅 火锅店 潮善牛肉 看呗 潮善牛肉 火锅 哦 这个招牌都跟他加了 这招牌 这招牌 是吧 一夫当关 还行 还行 反正 这应该节省成本 是吧 节省成本 这门 门 还说要那个 咱从这儿过来看一下 就你一进来会饭 你看身体还不错 就是那种吃小锅的感觉 面前都是一个小锅子 那一做 而且装修的风格给我们感觉 都挺文艺的 做满了咱没味了 就是刚刚七点 我觉得 8分没啥问题 店里的人气 确实没得说 而且环境是属于那种 比较简约风格的装修 炉子也都是用酒精炉打底的小火锅 整体看起来比较精致 人气和环境都可以给到8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趁着等味的时间 帮大家伙问价格和味道 到底怎么样吧 钓篮跟这个都是19分 你们吃的好像还挺多分的是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价钱 我觉得已经很良心了 19块钱 对对对 10分能打个分吗 能给个几分 8分 一般餐厅我只给6分 这个能8分 您觉得它要比一般餐厅好 好在哪里 便宜 整个半分是为了便宜 实贵 19块钱 那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富吃肥牛 因为这个店 就开始上秋的 在上秋有开 然后我是在上秋上学的 然后大学的时候 基本是我在大学最喜欢吃的火锅 肉是19 19 素菜呢 素菜就是三四块钱均价 就五六块钱那样 它基本上就是每一份的价格都不贵 对对对对 就挺便宜的 那曾经您这样的时刻 老板没想到 都是按这份量来点的 支持 他的回忆你来支持 他的回忆他来支持 我没吵事啊 看得出来 大家伙 对这家店还是挺满意的 牛肉确实都是19块钱一份 便宜是真便宜 那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 分量怎么样 分量可以的 还可以啊 吃了几份 我们俩吃了四份 你有算过就是在这家店 要吃的话 人均大概多少钱 两个女孩在一块 估计有100块钱不到 男孩子可能稍微吃的多一点 对 我这种体型的可能多一点 我是之前在这吃过一次 然后这是我媳妇 带着我媳妇故意过来吃呢 专门过来吃呢 反正我觉得应该八九分差不多 最少得一个八九分吧 我们俩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肉是真 我是这儿吧 真的假的 好多的是那种压缩的 或者是混在一起那种 这个应该能看出来 应该是鲜肉 鲜肉真的 我觉得他这个肉吃的 还是挺新鲜的 首先他这个肉 本来是现切了 然后还挺便宜 再加上 而且熟了还挺快 确实性价比挺高的 挺高的 但是19块钱一份 你觉得就是配合这一样的感觉 确实还可以 还行 因为毕竟它是现切的 不是说你像咱买那种 羊肉卷牛肉卷那种 肯定会价钱稍微更低一点吧 牛肉的品质 看起来是没啥问题了 环境 人气 还有价格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价格便宜背后的性价比 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呢 他家的这个肉来说 都是19块钱一份 然后就是咱们说 那个潮汕牛肉火锅的这种 很经典的 肉都给你分好部位的 有吊龙瓣 吃饼 收大牛肉丸 嫩肉 锅底是6块 青汤牛肉锅是6块 然后青油麻辣牛肉麻辣是9块的 就基本上锅底不超过10块钱 那我这可以炒还点呀 那每样肉来一遍吗 这一下来点了5份肉不到100块钱 5份肉不到100块钱 95块钱 点个锅底 青油麻辣了吧 就是辣一点的潮汕 那种潮汕火锅里面 变辣的感觉 是吧 素菜青菜 咱点个铜号吧 3块钱一份 土豆片 3块钱一份 也基本上稳定到345 就这个数字上 就单价都不贵 就他家有个特点 单价都不贵 119 三个人点了119 40块钱 咱们现在下单 一会看看分量 再等下去就怕来不及 天气说变冷就变冷 主流的时候 我们都点了一遍 都是19块钱 反正这样你不用纠结 他每一种牛肉都是19块钱 也都不贵 然后但是我刚才问了个小哥哥 他是 19的话是大概100克到120克 咱们按照100克方便计算 一斤肉大概是95块钱 可不便宜啊 这个 你看一块子 这一块头吧 一块头算大块头啊 放进去涮一涮 没了真没了 我觉得一次一个小锅下一份差不多 很多人喜欢吃炒烧牛肉 它有那个炒烧五锅本身那个 因为他吃的是鲜牛肉吧 你看来说的话 他的肉 从我们上菜到现在 你看 立盘不到 这肉的品质是不错的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清汤去涮它 就是吃这个牛肉本身这个鲜味了 但麻辣味 那就变成麻辣鲜香了 哈哈哈哈 来尝尝这肉 这肉挺帅的 15秒到30秒 肉都算数个 而且头管还不错 因为它是鲜牛肉 本身牛肉来说稍微内念 但是肥拼就不一样了 咱们加两块肥拼了 这个肥拼来说 你看里面是这个肥瘦相间的 这肉涮进去 看这个肥拼 涮到咱们说那种肥牛的感觉了 因为这个来说它带点肥的 肉的纹理也不错 咱这个锅里多少钱 9块钱 9块钱 你平常要去吃个火锅的话 你比如说你点一个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涮羊肉 这个锅也该30 40吧 所以你知道在他家吃 咋省钱呢 人少一点 人少一点 一个人 也是两个人 在锅底上省钱 锅底上你本身来说的话 你点个45 就是麻辣牛油或者什么的 一般是4550 这个来说就9块钱 省30 对 肉其实价格差不多 它有一个好吃 就是你点单的时候不用纠结 你基本上都可以全来一遍 然后才发现100多块钱 就是你发什么价格 可以点很多种品类 这是优势 对 但是如果你饭量特别大 你比如平常就喜欢吃肉 一下半斤一斤的量的话 我觉得吃完它不一定省钱 分量是差不多的 人多你锅点了锅 然后你在肉点了里边 四五个人点四五个锅 它其实就不省钱 不省钱 它就是个人少吃 一个人或两个人 特别有优势 吃完之后 咱们简单说上去 我觉得这家店还有挺多想说的 一个是环境 环境又我们说那种 比较阴似风格来说 比较干净整洁 特别像咱们下午喝个下午茶 喝咖啡的地儿 但是它做的是一个火锅店 而且特别适合饭量比较小的 就是两个人一个人 就想吃火锅 觉得自己点的又不多 但是又喜欢吃很多种类了 就特别适合 因为它来说的话 单价肉十九 素的话三块到四块 锅底也是六块八块九块 也都是不贵的 然后大概来说的话 人均是六十块钱左右 你是能够吃好 整体来说 这家店我觉得能够给到一个七点九份 这个宝藏的小吃可以让你一口入江南 这个叫什么 哇 那还等啥走 能够一口入江南的美食到底是啥 这个在上海都是吃过 在河南好像有很少见 桂花香酒香 真的我感觉真的太亲人心皮了 好想赶紧来一口 又是什么让孟涵如此激动 别走开更多精彩 就在每晚八点半香香美食 美食大测评尝尝竹 欢迎收看小小美食 我是孟涵 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到菜市场了 因为我觉得菜市场里边真的是五花八门 好吃的特别多 那里边好多好多吃的呀 而且你看到没导演 基本上都是吃点点来采购的 对 特别热闹就是年味十足的感觉 今天有网友给我们推荐说 这里边藏着一个宝藏小吃 宝藏小吃 对 这个宝藏小吃 可以让你一口入江南 哇塞 那还等啥 走 哇塞 四花糕啊今天我们吃 看起来种类好多的样子 闻到了没 人家里面应该是在现做 所以会有一种米香味 我这头都要挤进去才能看见 这一看就是很江南那种糕点 这还真的是有点一口进江南的感觉 这是什么呀老板 这是米酱贵花糕 什么米酱 是那个米酒 低微发酵十六个小时 然后做出来的 这样那贵花糕也是原汁原味的 江南的那个特色 过年的买到了很多的 布布干嘛 特别好 布布干嘛 对布干嘛 贵花糕 贵花糕嘛 又已经贵人了 贵子看起来不高 都要吃个吉祥如意 不高生 看着这些 象征着美好寓意的桂花糕 还真的有点一眼入江南的感觉 那这么多品类的桂花糕 吃起来到底有啥区别呢 这个港式桂花糕 港式桂花糕是什么 这个里面加了有馅 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喜欢吃这个里面的这个草莓 这个带馅的 好吃吗 好吃 我也想吃一个 哈哈哈哈 这两个配得好啊 哇 这个馅儿真的是 这一个圆明的生存的味道 很诱人的 我以前没见过这种 它真的是一口下去 就有那股草莓的清甜在 它的口感是那种紧实当中 又带着一点点棉 因为现在外面气温太低了 我吃到嘴里有一股 是冷饮的错觉 但是它后味嚼出来又是米香 还带着一点发酵的那种酒香气 真的很不错 如果您爱吃热的话 我感觉加热之后 会变得很软和是吧 对 因为我经常过来买嘛 老爸有时候 还会做那个蓝莓的 桂花糕现在好像变得 特别的时尚 都有草莓和蓝莓馅 这个在上海都有吃过 在河南好像有很少见 它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这几样 比如说这个夹馅的 跟这个传统的 口感上有区别吗 传统的话 一种清香的感觉 桂花清香的感觉 这个的话 就吃着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南方的桂花糕 对 它就是热的时候和凉的时候 它口感是不一样的 就是热的时候它比较软 然后凉的时候呢 它比较有嚼劲 就凉这种吃法 反正我都挺喜欢 都喜欢是吧 我问一下这个吃过吗 这个传统的桂花糕 传统的 我买过一次 我妈妈比较喜欢吃 我感觉这个比较适合 就是年龄大的 这种就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糖嘛 然后我妈比较 就是这个就没什么糖 它会有大米的香气在里面吗 特别浓 那个酒酿的气味 然后像咱们中原人 如果刚开始吃 你可能有点不习惯 但是经常吃的话 就感觉还挺香的 就很独特那个味道 这家店的米糕 有传统和新式两大品类 年轻人普遍喜欢 果味比较浓郁的夹心米糕 而中老年人可能更多的 会选择甜度不高 但是厚味比较醇厚的 传统米酿桂花糕 而且根据大家所说 桂花糕冷吃和热吃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那冷吃的口感 我们刚才已经尝过了 刚出锅的桂花糕 又是啥样呢 现在桂花糕 今天回来出国了 感觉人家刚出锅的桂花糕 小心烫哦 小心啊 好漂亮啊 而且真的很浓郁的米香味 这里边全部都是桂花糕 是吧 全是桂花糕 它那米酒味好浓啊 真的隔着口罩都能闻到 这个是葡萄干的 这个是黑芝麻的 哇 真的你看随着这一盘一盘 热气腾腾的桂花糕出炉啊 整个屋子现在都是那种酒酿的香 五米香满屋酒香 就是那种酒香让你闻到 就感觉有点 若隐若现的醉感 微醺 咋是桂花糕 这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个草莓夹心的 草莓夹心的 哇 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 好香好香好香 一定要桂花的香 腾腾热气 哇 撒桂花咯 现在就是热气腾腾的这个热气 把干桂花的那种桂花香 全部都烘出来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到这个八九月份 桂花开了 自己酿的米酒 自己酿的 对自己酿的 你看米酒 哇 这个米酒必须自己酿 嗯 自己酿的话活性好 活性好 对 你要买的都不行没有活性 那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啊 做起来 可以麻烦 这个酒酿的时候自好再三天吧 三天来酿这个米酒 然后才能和其他的大米一起来做桂花糕 对的 听起来我要吃一口这种软糯香甜的桂花糕 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桂花香酒香 真的我感觉真的太亲人心皮了 好想赶紧来一口啊 大浆 米酒发酵 高温蒸制 最后夹料出锅 一个小小的米糕 做起来的功夫 却丝毫不熟一道大菜 而且当我们站在刚刚出锅的屋子里的时候 闭上眼睛去闻 浓浓的米香 酒香和桂花香 真的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江南水香的感觉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也赶紧趁着刚出锅的时间 帮大家尝尝趁热池的味道到底怎样吧 你看就这样一款一个往盒子里一摆 就有一股来到江南的错觉了 真的它这个桂花一洒 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现在在旅游 是 我不在河南了 我们跑到苏州了 我们来尝一下 这时候的这个圆的草莓爆浆的感觉怎么样 现在吃可能是刚刚蒸出来 它会比我第一次尝的那种放硬一点的 甜度再高一点 所以它吃起来可能更受小朋友的喜欢 但是那股清甜的感觉是在的 真的有一种吃爆浆糯米子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吃这种草莓味的果酱的话 这个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是加了桂花的 就是最传统的那种 对 我觉得它这一种可能就是比较传统 所以它气孔看上去也会更大一点 也会更绵软一点 这桂花味很俗 筋 软 痰 黏 在嘴里其实是很好嚼的 但它又很有存在感 即桂花 酒酿 还有大米的香味与液体 口感和味道上都是一种享受 而且大家来嚼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放糖 但是你后味慢慢地感觉到 一股越来越甜的味道 这股甜不是腻的甜 不是白砂糖的甜 它就是米自然发酵的那股米甜味 所以它很清新 所以如果您不是很喜欢吃甜的话 就吃这个原味的 去充分感受一下桂花还有酒酿 还有大米在你嘴里混合在一起的 自然的香甜气息 测评总结 这是一家主打桂花糕的档口小店 有原味 爆浆等六种口味可以选择 还有像草莓 蓝莓等新式的夹西米糕 也比较受欢迎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老实的桂花酥 也是不错的 每盒的价格 基本上都在20块钱左右 可以单买 店里也有69和99两种礼盒套餐 选择空间是比得大的 价格上算是中规中矩吧 从口感上来说 米酒的香气和桂花的香气都很足 建议大家热吃会更好 太凉的话 吃起来会有点发硬 另外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家店是在菜市场里面 不好停车 建议大家来之前规划好交通工具 综上所述 这家店我们可以给出7.8分的成绩 向长鲜的朋友们可以来这吃一吃 再热吃 大蒜 盐 沸騰 沸騰 鑰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达两千亿元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考量 反对浪费